週三 巴基斯坦一輛大巴車發生爆炸墜入山谷 車上至少有30名參與中共一帶一路項目的中國工程師 事故至少造成13人喪生 包括9名中國人 另外有28名中國人受傷 當地時間週三早上7點左右 巴基斯坦南部的巴森地區一輛巴士爆炸後 墜落山谷 9名中國員工遇難 另有2名邊境警察和2名當地人喪生 另外28名中國乘客受傷 當地一名官員說 車上載有30多名中國工程師 中共駐巴基斯坦大使館週三聲明 參與達蘇水電站項目的工作人員乘坐中國公司大巴 前往施工現場途中遭遇爆炸 中共外交部說是炸彈襲擊 巴基斯坦開普省發生炸彈襲擊 不過巴基斯坦外交部隨後聲明稱 大巴車是機械故障 導致氣體泄漏 引發爆炸 達蘇水電站是中共一帶一路 在巴基斯坦的重要項目 計畫投資650億美元 目的是將中國西部和巴基斯坦南部海港連結起來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上鏡綜合報導